这是一个资产全面坍塌的时代,2020年全中国的房产的市值是420万亿 是GDP的4倍,这意味着房价每跌1% 老百姓的财富就缩水4.2万亿 那么42000亿相当于城镇人口收入的15% 现在房产跌了20%意味着84万亿的财富没了 恒博社统计过去三年中国损失了45万亿的上市公司市值 相当于去年商品零售总额重创中产家庭 当中产家庭被重创的时候,消费萎缩就变得不可避免 民间财富暴跌,然后市场消费就失去了支撑 消费主体的支撑力消失之后 先是在生产环节出现通缩,然后在消费环节出现通缩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经济衰退 你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的现象 其实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资产泡沫破裂后遗争 或者我们叫资产负债表衰退